除了拜拜之外呢 還有一種手工產業 也是在這時候是非常忙碌的 那就是胡子葉 胡子葉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指紮工藝 過去我們印象中可能是連接到 連想到的就會相關 就像是殯葬業、禮儀相關的 不過隨著這時代的演變 現在大多胡子葉都是配合宮廟 來做一些大型的祭典活動以及製作 那配合這個普渡季節到來 在地的胡子葉 據說他們已經連續好幾個月都沒有休息了 好看是這個簡單的這個指紮工藝 內涵可是充滿了很多很多需要注意的細節 我們今天也有前往到桃園在地經營 許久的胡子葉 我們一起去看看他們的製作心得 還有他們的分享吧 每年的農曆7月到來 因應普渡祭拜活動相當的頻繁 其中少不了胡子的藝術作品 實際來到胡子葉可以看到師傅們正在努力的趕工 從最基本的一品骨架 再經過貼上外紙的作業 每個細節要求到位 我們都用汽水的骨架 比較會平 現在我們走起來有一個 有一個一個粉 水要噴下去 它現在拉開 就不會這個粉 家傳世代 已經超過90年歷史的桃園在地胡子店 胡子師傅帶著自己的兄弟一起製作 為了應付多家寺廟中原普渡 紙紮法船以及人物的訂單 只能營業不停的趕工 現在廟圍這不知道一半 廟圍就一半 我們現在廟圍就是農曆四月份你看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六四五月 你現在要做 做雙的 一年也只要做四五月而已 現在做雙的工作 拉走拉後分 比較沒有 像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四個月都沒有那麼好 師傅提到 在製作之前 除了必須要構思好成品的模樣 基本的補價也是關鍵 關係著整體造型的耐久程度 拿出一大條 逐步開始裁切 如果沒有幾個月的工夫 就很容易造成失敗 造成逐步的浪費 我們一定做都要用豬肉 不是用後支盤 不是用硬的 硬硬的後支盤 硬硬的組合 我們這不是 我們一定用這裡 百個組合再來烤 我們的手工烤就是這樣 在台灣的習俗中 正宗追遠的觀念深入人心 骨子的食用場合 大致上分為碎食祭神 喜慶 節日 吊商 禮儀 但一般用在喜慶的祭典中比較少 在商用禮儀佔大多數 但隨著市場的轉變 手工製作的鬍子業 也逐漸的減少 也讓這項鬍子工藝的傳承 更增加了許多困難 桃園的新聞 林瑞峰 桃園才能報導